七成六点半户外零距离 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是 西海岸广场新闻直播的现场 那么我们稍后再会回到这个现场 海基将会访问唐山道南洋的导演 请他来谈谈制作这个年度重头剧 会面对哪些挑战 好 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 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 聚集巴厘岛 李显龙总理也在今天飞往印尼出席峰会 美国政府关门进入第五天 民主和共和两党依然没有一方愿意让步 大批被迫休假的联邦政府雇员示威抗议 要求尽快恢复工作 Do your job 瑞士一个基层组织倡议 让每个居民每月获得3400新元的 无条件基本收入 并已签得了10万人签名支持 顺利发起全民公投 好 国际消息方面呢 暂时为大家播报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请导播把镜头 从新传媒的新闻演播室 转回到西海岸广场 海杰时间是给您 为了让观众体验零距离的户外新闻演播 我们在今天西海岸广这个现场呢 还安排了对新闻播报有兴趣的观众 来感受一下当主播的滋味 反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空前的热烈 我的同事蓝力亭呢 就为我们制作了短片 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人呢 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热闹气氛 与此同时呢 大家可以通过电视机或者是上网 去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热闹气氛 为了体验当主播的滋味 不少公众前往西海岸广场 希望向主播偷师 学习如何操作自动提示器 以及对着镜头播报新闻 有公众还特地从民国马来西亚赶过来 参与这次的活动 之前很有兴趣当主播 但是呢就是不晓得有什么管道 但是只是说刚好看到这个机会了 所以就来尝试 其实知道说当主播不容易 但是呢也是有一个机会来 学习 我本次感到很惯用 人上电视 这个是我的用心 你认为主播的工作轻松吗 不简单 我们没有那个气力 主播董素华也走出摄影棚 担任户外新闻直播的编导 新闻制作团队还首次 把演播式器材调到这里 而新传媒戏剧组演员 也到场和观众近距离接触 配合欢庆电视50年 八频道拍摄的重头剧唐山到南阳 更是首次大量利用电脑技术 带给大家不同的视觉效果 制作组根据所收集到的旧照片 设计多场戏的布景 希望能够还原新加坡早期风貌 市场六点半户外零距离 是配合我们这一次电视50年 来特别来搞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个 我们电视50年从唐山到南阳 这个剧作的一个导演陈一佑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唐山到南阳 是这个建国三部曲之一了 那你们这个建国三部曲具体是哪一些呢 那么在创作从唐山到南阳过程中 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建国三部曲 唐山到南阳是第一部 也就是首部曲 那么我们会分别在明年和后年 做第二和第三部曲 这第一部曲呢 是介于在20年到30年这个时间跨度 然后第二部曲动荡的年代 会在明年开始开拍 那个是关于新加坡在二战之后到独立 就是40年到65年之间的一个过程 一个建国的一个历程 然后最后一部 第三部曲呢 应该是90年后 那么我们知道要反映一个将近80年前的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说有一些场景 还有有一些 这个景点啊 是必须从无到有再现的 就比如说我的 我妈妈或者我奶奶那个年代的一些场景 必须再现 那么已经是 其实在现在新加坡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场景了 所以我们必须拉队到马来西亚 比如说槟城 以保去再找这些 比如说旧电屋啊 旧街景啊 还有就是那些当时的道具 我们也已经没有办法在在现代的新加坡找到了 所以都必须定做 那你们刚才你谈到这个道具的困难 那么场景呢 是不是所有的场景都要搭建呢 在本地可以选到特殊的场景吗 其实多数的场景都必须搭建 就好像你所说的 那个一些景如果是现有的 比如说一些旧电屋的话 我们会采用一些电脑特效去做 或者说在刚才电视上也看到的 就比如说旧火车 这个其实我们在新加坡的五级芝麻 那个火车站那边拍摄的 但是后期得加工 就是那个火车得从蓝布景变质到一个 一个真正的火车冲向演员们 所以演员们也蛮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必须想象 我看到你带了一些旧照片给我们 这里是哪里 这个是一些牛车水的旧照片 比如说那些电屋 其实他们都有 当时都晾着这些衣服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拍摄的时候 也尽量地目求真实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衣服的挂奢 好的 刚才这个陈导演谈到了 牛车水的取景 那么可以说牛车水这些年来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那么现场观众对牛车水的印象如何呢 想到牛车水呢 我就会想到我们华人传统的节日 华人传统节日 我就会到牛车水 去买我需要的用品食品 和感染那里的节日气氛 我本身觉得牛车水呢 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旅游上帝的地方 而比较常去的人呢 就是一些旅客 好了 广告后回来呢 人在牛车水现场的起源 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起源 好的海捷 稍后我们就会把镜头 从西海恩广场转到牛车水 把焦点继续关注这个早期华人的聚集地 我们稍后见